今天是3月19号周日 明天A股就要开盘了 那么明天A股会怎么走呢 还有下周A股市场的焦点重心在哪里呢 这是周末啊 很多朋友问我的事 都在问啊 下周A股会怎么走 其实说白了啊 下周A股我 绝对它应该还会是震荡 当然啊 震荡走高的概率偏大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就是说 如果下周在这个位置有低点 你仍然可以去潜伏 仍然可以去低息 后期还会有反弹 甚至随着这个政策的不断加码的话 有可能迎来大涨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 A股的这个行情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 说白了啊 A股的行情是震荡市 当然啊 它也有可能是牛市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A股跟外围市场是很不一样的 上面高层想要它来牛市 它就是牛市 上面高层想要它来熊市 它就是熊市 大家觉得是不是 可是大家如果仔细看 这一段时间的 高层啊 利好不断 那说明什么 说明是高层想打造 牛市 我这边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所以接下来行情 不要轻易的看空做空 但是很多人说啊 指数表现确实是不错 但是我的票是吧 我的板块都不行 那该怎么办才能跟上节奏 其实啊 在周末啊 再次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啊 就是什么事件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 高层说啊 说什么呢 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这个一说 大家都明白了 世界一流企业 那就是特受估值的一些 什么 一些 老行行业龙头啊 要再次的 把它什么 走出一个 顶级的一个水平 说白了啊 就是这些中字头里面啊 这些国企里面 要打造一些顶级企业 这个政策还在不断加码 但是啊 很多人说啊 这个国企改革 对吧 涨了那么多了啊 是吧 我不敢去了 还有啊 这个国企改革设计票太多了 我不知道往哪里去 对吧 前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实在看不懂的 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就盯紧了中字头啊 可能很多人又说 哎呀 中字头涨了太多了 我不敢去了 那么好 周末再次出现了一个 利好性的一个行情 那就是什么呢 上海发布了一些国企改革 相关的一些文件啊 一些信息 说白了啊 大家接下来注意了 国企改革行情的一个地图性行情 有可能就展开了 好 那我们来看啊 上海的一个情况啊 上海在上周 大家仔细看 就已经出现了多支票 出现了涨停啊 所以上海板块会不会成为 接下来地图行情的一个首个爆发点呢 我们一定要盯紧了上海国之改革这个方向啊 上海国企改革这个方向 大家看啊 上海国企改革在上周五是出现了一个冲高的回落的状态 但如果你仔细看它的一个近期走势 你是不是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也是属于震荡上行 什么意思呢 这里这里 对不对 它的强支撑是在六四天线 所以它在六四天线这个附近 有支撑 以后又迎来了一个上涨 对不对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 它下周还有冲高的预期 朋友们也注意了 这个高位要三七七啊 比前面的高位要高 但是这个量能比这个量能要什么 要差 所以它下一轮进攻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在这里冲高的时候 一定要放弃剧量 这个量起码要跟这个力量差不多 它才有机会强势突破 所以啊 这里的话 在利好的架势下 大家记住啊 追高要谨慎 但并不说不能去 其实 等 高位回踩的一个确认 或说等分时图的一个低点的一个确认 以后再去参与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行业 一个选择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海国企改革的一个情况啊 上海国企改革在上周啊 也出现了一个异动 但是整体表现一般 对不对 这些票表现一般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 上海板块的一些个股啊 上海板块的个股 股性很活跃 一旦给它机会的话 容易出短线的爆发 短线的流股 所以大家要一定注意啊 大家看啊 在上周五 张江刚科啊 出现了一个强势的涨停 其实从这里 大家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张江刚科在短期 已经迎来了一个爆发 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明显的反暴板 走出一个N型走势 走出了一个加速 那么张江高科啊 大家记住啊 在周五出现一个缩量加速的情况啊 下周出现高开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去顶啊 不要去顶 你可以考虑啊 盘中的分歧点 就是说 他的冲高的过程中 你要往下回踩 急杀的过程中 尤其能够杀到五军阳线附近更好 对吧 那你去做低系 就没问题啊 但是偏离的五军阳线 你去追高 还是要小心一点 但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在下个交易日 面对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分歧啊 记住啊 面对放量的一个分歧 他如果放量分歧 再次守住的话 那毫无疑问啊 朋友们 就注意了 这个票的这个潜力就出来了 那后期再加速的话 他就会短线 也那个爆发 成为整个上海国企板块核心龙头 那你想想啊 成为核心龙头的话 现在他才抵不起来 对不对 才涨了几个长阳 那么涨了几个长阳的话 他的一个 涨幅并不大 也就是在三十个点上下 那相比起 短线的一个 一个我们说的空间 还是有很大的 很多很多票啊 可能短期在五十个点以上 甚至有些在方方以上龙头票啊 所以这个票后期啊 一定要注意 他有没有机会打造出一个零 龙头的一个零头地位啊 海力 这个票也是属于一个底部移动啊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这个票是不是位置也是比较低啊 然后近期大家看啊 这里出现一个长阳 然后调整 你看再长阳 哎 说起这个啊 可能很多朋友会有 有印象啊 什么印象呢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啊 有些朋友跟我说 哎哎呀 先生啊 我想抄底怎么抄 对吧 我想低息怎么低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多头行情 大家看他几乎所有的均加线啊 都是往上走 对吧 属于一个多头行情 多头往上走了 以后呢 我强着多少次啊 出界底部放量中长阳的时候 追高要小心啊 追高要小心 追高的话 就比如说做短线的朋友们 追对了 你就持有 追错了 你要割入 但是有一种方法很 很好 那就是在这个放量中长阳出现以后 等他回踩到重要支撑位 大家看一下 他回踩到重要支撑位 有一般的二十线啊 三十线这些支撑位 好 你去做低息 你看这里来了一个中长阳 你是不是就吃肉了 是不是吃大肉了 这种是不是安全啊 比较安全 同样的又可以什么 又可以吃上大肉 甚至有机会跟上流票 刚才讲的张家高科 是不是这种趋势 是不是这种着势 只不过他的调整时间 稍微的偏短一点 大家觉得说是 好 还有大家看上海静科啊 上海静科是四星股啊 大家要记住啊 四星股的话 他压力比较少 然后在周五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 英镑 下周一定要记住的啊 下周一定记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有机会啊 有机会迎来一个弱转强的反暴啊 弱转强反暴 如果是弱转强反暴的话 他短线的机会就出来了啊 短线的那个爆发力就出来了 有机会在这个位置迎来一波大涨啊 迎来一波吃肉吃大肉的行情 他的这个流通知识差多少 差十二亿 对不对 所以这个票 大家也是要注意一定要重视的啊 因为如果你要做上海板块做国际改革这个方向 毫无疑问啊 你避不开他的一个走势 还有大家看东方明珠啊 这种票的话 其实他在上周啊 已经走出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涨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他在这里是走趋势 对吧 原的这个六十年线一路走高 然后这里是属于一个平台震荡 但是这里出现什么 放量 这个是不是前期的一个压力位啊 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话吗 面临这个压力的时候 怎么办 不要去追 等他回踩的一个什么低点支撑 也就是说啊 这里出放量的不要去追 好 那如果说他在下个G1日 出现一个盘中的急沙跳水 一个分起点 分时的地点 尤其是到五五军家线附近 那么你是坐低西 这个就相对安全点 一旦你做对了 你想想是不是一个大长腿啊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大阳线呢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种票啊 后期也有机会走加速的一个上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还有这个普通青桥 对吧 这是一个老 人机票啊 这是一个老的这个上海国资票 这种票的话 大家记住啊 他在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异动 这个也是压力 这个是压力 以后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问题啊 对吧 放量了中长阳 那我们怎么办 等他盘中的一个分起点 或者等他急沙调整的一个低点 那么这个低点在哪里啊 在60年线附近 如果他暂时调整到60年线附近啊 大家可以低息 可以潜伏啊 后期的话是有机会 有机会再次上工的 对不对 那么再次出现一个长阳访问的话 不就吃肉 走出了一波趋势 加速上涨吗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票啊 包括四百高薪啊 普通建设啊 上海建工啊 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一些上海国企改革的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些票有机会跟随市场的一个节奏 当然啊 说起国企改革啊 大家应该还会记得啊 除了上海板块以外 还有个方向啊 也是要留意的 那是谁呢 深圳啊 深圳广派 我们一定要注意深圳国企改革方向啊 大家看啊 这是深圳国企改革的一个指数 在前面这段时间啊 它是圆着这个强制车位一路震荡走高 其实它强制车位是在哪里的 发现没有 30线啊 30线 30线一路走高 但是在上周它跌破了30线 它跌破30线 刚好又在下面的60年线附近 所以啊 它本身就属于一个什么上升的一个过程 还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了吗 我说上升的过程当中啊 调整到重要支撑位 你可以低吸 可以潜伏 但是你追高也要谨慎 所以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你可以去低吸 可以去潜伏的一个位置 后期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啊 反弹 反弹上去以后啊 容易出牛股出腰股 还有啊 深圳国企板块啊 大家记住啊 这个方向的话 个股也是比较活跃的啊 容易出 短线的爆发票 大家看啊 这是深圳国之方向的一个票 但是整体来看目前表现只能说一般啊 这些票里面目前来说是一般 我们需要重点留意下这些人气票的一个走势 比如说啊 表现员啊比较强的 或者说上周出现异动的头发啊 这个票它是叠加题材叠加军工相关的 对不对 你如果你仔细看 你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票 它的趋势啊 是在这个三十级线的一个强支撑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它是不是 有没有机会再走一个A级线的走势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注意啊 重要支撑位啊 对不对 大阳线出现以后 到这个重要支撑位 也就是二十三十 它这些位置做低期 你看它如果再来一个大阳线 你不就吃肉吃大肉了吗 这个我说了很多次 是不是这个节奏 是不是对了 这个节奏是不是就出来了 还有啊 像前期的一些老人气票啊 老龙头票啊 大家也注意生物业啊 这种票对不对 它也是深圳国市改革方向的一些人气票 那这种票的话 它短期啊 位置比较低啊 位置比较低 然后这里又是前期的一个低点附近啊 大家都是可以潜伏可以去低吸的 但是记住啊 不要去追高啊 包括 深圳房啊 这种票也是要留意的 对不对 整体来看 它的趋势是走震荡啊 走震荡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出长崖 马上拉 你要走出一个反弹 但是整体来看 这种票的这个 位置调整的话啊 不是特别的充分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盘中急拉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不要轻易的去顶 当然啊 说起深圳国资改革 可能大家会记得啊 深赛格这种票 是吧 那是人气票 腰票啊 爆发力比较强的 大家看他近期是不是位置表例啊 对吧 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是到了一个前期的低点附近 当然还没到位啊 真正到位的是在这个位置 也差不多啊 如果在下周他出现个急杀跳水 杀到这个低点附近的话 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啊 急杀啊 急跌啊 有一个长下银 可以去驳一下 你一下 驳对了 这里不就是一个什么 当真探底 然后这里应该超跌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记住啊 下行趋势的一个票 你去做低息的话啊 就低息的话 一定要等信号 等什么信号呢 我其实在前面跟大家讲过两次啊 讲过两次 不是 呃 还有啊 就是在这个杀跌的过程中啊 对不对 如果说出现一个底部的放量中长阳啊 代表新周期了 那么你就可以逢低光柱 可去博弈 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一个急杀跳水啊 就比如说像这里这种的 对不对 说一个急杀跳水的一个单侦探机 一个长下引线 也代表说这一轮反弹要开始了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信号 没有这两个信号之前啊 他还没有调整到位 这是大家要注意和重视的 整个来看啊 深圳板块也是容易出流股 出妖股 当然啊 有朋友问我说 哎 特地行不行 特地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老妖王啊 老妖王 整个股性已经非常之活跃 你看大家在看他的一个位置啊 他的位置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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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个低点呢 啊 这个低点 所以像这这票啊 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种票就是好事 对于一些不敢追高的人说啊 这种票 如果说在这个低点附近的话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潜伏 一旦这里出现短线的爆发力的话啊 他可能会有几十个点 甚至方方的一个预期 这种票就适得大家啊 去做一个潜伏和低期 对不对 这也是我在经常跟大家说过的 你是准选择啊 短线还是选择这个中长期啊 如果短线的话 你要盯紧核心龙头放量的那些 如果是中长期的话 就像这些人机票啊 就比如说特地这种调整到位的 对吧 到了重要支撑未来 你是潜伏 一旦他轮到他发飙啊 轮到他短线的爆发的话 他可能会像前面一样的 哎 是吧 出现一波暴涨 那里不就吃肉吃的大肉了吗 综合周末的整个情况来看 下周A股的话 整体偏暖 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紧的核心品种啊 就是国企改革 数字经纪 人工智能这些方向 但我觉得国企改革这个线啊 有什么越演越烈的趋势 所以下周有可能兴起一轮地图行情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太后 好